金锦一小曾经在《大雄的地球交响乐》的专访中提到 我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孩子们 从零开始学习音乐、接触音乐的世界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 让还不太懂音乐或是在音乐上有挫折 对音乐没兴趣的孩子 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能够极大程度的感受到 音乐是有趣的、是好玩的 是如同空气般相伴在日常生活中 而不希望小孩在音乐上 首先追求的是好听这个价值 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极大程度的 体现了他打算实践这句话的意念 所以整部电影完全没有对 好听这个价值的描述 或者是说赞颂那种八九十分的音乐 而是就算是二三十分的音乐 也值得夸奖 我个人相当喜欢他是以这种角度描写音乐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他很冒险 在访谈之中也能看出来 他对观众能不能喜欢这电影之中的音乐 感到相当的紧张 实际上我也有看到 有些观众表示不喜欢里面的音乐 尤其是大雄吹的直笛 从头到尾都很刺耳之类的 虽然我个人自己觉得 这电影里面的音乐很好玩 但我想也许对音乐的好听的要求 比较高的观众 喜欢上这电影的门槛也许也比较高 但即使如此 我还是觉得他选择这么做是有意义的 大家早安 我是贤君 最近我看完了刚在台湾上映的 大雄的地球交响乐 这次的电影主题是音乐 是的 请注意音乐这两个字 因为基本上整部电影 你是几乎听不到主角群的人唱歌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导演想要专注在音乐上面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 他的面向是让小孩们从零开始学习音乐 接触音乐的世界 那么唱歌对那些小孩就太难了 先不说别的还要被歌词 而导演金锦一小有在访谈中提到 他希望里面的一些音乐能留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不时也能哼唱几句 而负责音乐的福布荣之 也努力的创作出了兼具能感动观众 又能让小孩能够吹奏的音乐 所以哪怕是唱歌的部分也都只是发声 而不是有歌词的唱 因此他们是因为在各种细节 以及想要传达的想法上 决定专注在音乐上 而对 绝对不是为了在音乐的主题上 封印胖虎的歌声 所以绕了这么大一圈 把这个说辞给圆得这么美好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好了 这边不剧透讲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感想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 要我说的话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近年来 哆啦A梦电影版之中 最正能量的一部电影 而虽然去年的电影 让大家失去了一个猫咪朋友 所以感觉今年的电影 只要不失去什么 就很正能量就是了 总之虽然很多人看完这电影之后 可能是觉得魔鹰灌恼 云鹰绕梁 大熊吹的魔鹰绕梁这样子 但至少我看完这电影之后 是觉得神清气爽通体舒畅 所以对我来说 要讲这部的优点很简单 但是要提出它的缺点也很简单 比如说相较于 仅仅一小前两部电影版 大熊的精英导 和大熊的星恐龙 这次的剧情明显没有那么紧凑 并且解决事件的方法单一化 也就是音乐 而不是以往的 用哆啦A梦各式各样的道具 以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这在一定的层面上 降低了这电影的有趣度 再加上剧情上的走向 也还算好猜 就很快的 你可以在多方面感受到 这电影的短板 然而对我来说 这电影对音乐这载体的表现方法 以及它所传达的寓意 都可以让我感受到 这导演的野心 并且观看得非常享受 好啦 接下来我要提出四个 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名词解释 以及一些中文上难以翻译 但又对剧情理解上 有一点重要的日文内容 那这部分有一点剧透的成分在 比较建议看完电影之后再来看 OK 那么首先是这电影中 常常用来称呼大熊他们的 奥图维尔索 这个词是取自意大利文 意思是在音乐上 有着卓越技巧及能力 甚至达到达人级别的人物 就可以被称作奥图维尔索 而第二个名词是在电影中被大量使用 基本上有着音乐的意思的范类 范类这个词也是取自意大利文 意思是灯塔 而灯塔对于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讲 是他们的希望之光 或许这就是代表 对于漂泊在宇宙之中的米家他们来说 音乐就是这样的存在吧 而接下来是剧前一开始 大熊希望音乐课终止 所以在事前日记中写下音乐消失了 却不是写音乐课消失了 导致了全世界都没有音乐 这部分并不是因为大熊少写了课这个字害的 而是因为日本人在讲什么什么课的时候 都不会讲课这个字 就如果直接字面上翻译 他们说的话就是 下一堂课是数学或是明天有历史 基本上他们原文中不会有课这个字 所以这边大熊才会写音乐消失了 而下一个是结局中用到的 因为大熊在事前日记写下 跟大家一起洗澡 结果导致他们最后与厕所的空间进行了交换 这边算是一点日文的文字游戏 因为日文的洗澡是 而ofuro是浴室的意思 害打是进入了的意思 所以直接字面翻译的话 是进入了浴室的意思 这个就是日文的一点文字游戏 只是对翻译来讲就痛苦了就是了 好啦 接着来讲这部电影在描写音乐上 我个人认为蛮有趣的部分 我觉得这部电影看起来有点像是 用战斗动画的方式呈现音乐动画 但我个人觉得 其实它是用运动动画的方式呈现的 这边我就用我最喜欢的 排球少年这部作品举例 基本上比赛这件事 获得胜利当然很重要 而在胜利之前就必须要得分 那在排球少年之中得分有各种方式 有时候是一个本来不喜欢排球的人 却在努力之后 从一个大王牌手上得下了一分 并且因此体会到排球的乐趣 有时候是一个本来接球超烂的人 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不断体验失败之后 终于有一次在一个王牌攻击下 完美的接下了他的攻击 就是同样是一分或是一个动作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而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 它看似很多事件都一样是用音乐来解决的 但它却在不同的事件 体现出了音乐在几个不同层面的价值 非常有趣 比如说一开始花了很多分镜 在一堆路人唱歌听音乐上 体现了音乐无处不在的价值 之后大家一起和他们自己的玩具们 开心的乱吹乱演奏 却又非常的享受 体现了一群朋友 只要享受了音乐 就能享受音乐的价值 跟你本身音乐的能力无关 而后面有一段 大雄自己跑到浴室练习质笛 多拉雅梦发现了这件事 就拉开了一点壁橱的门 一边听大雄练习直笛的声音一边入睡 虽然当时大雄还是吹得不怎么样 但多拉雅梦却是以非常享受的表情睡着了 体现了无论你的音乐水准如何 可是当你正在努力 正在练习也有价值 在之后大雄努力吹直笛 想让多拉雅梦恢复那一段 在那四个人之中 大雄明明是吹得最烂的人 而自认为吹得最好的胖虎和小夫 却意识到了这个没有天分的大雄 其实多少有进步 并且是唯一心无旁骛 只想着拯救多拉雅梦的人 所以大家就决定配合他而演奏 这边有趣的是 假如说有个数值表 那么其他人可能是从一进步到八九十分 大雄就是从一进步到三十分 可是大家在这边可以说是 肯定了大雄的努力 大雄的进步 体现了就算你努力过后 进步的不多也有价值 努力的价值并不只限于成功 那音乐的成功基本上就是好听嘛 这边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你有个儿子女儿或是朋友 他完全没有音乐天分 但在一个月之后就要在班上表演吹直笛 而他每天都在努力练习 那哪怕他最后还是吹得有点哩哩啦啦 可是你从他吹得五音不全 一路看到他只是吹得哩哩啦啦 你一定还是会为他感动的 这也是我认为 努力的价值并不限于成功的一个例子 而电影的最后 那个不断切换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的画面 有些人确实在演奏音乐或唱歌 有些却只是切菜切木头这种有节奏的行为 而这些声音却都融合在了一起 成为了地球交响乐 我觉得这边体现了音乐不被种类形式限制的价值 以及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都能享受音乐的价值 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才会说 虽然看似事件都是用音乐解决的 但是他背后想传达的东西却都不一样 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优秀的部分 对了 最后大雄吹的音乐里面 有上一首《多来梦》片头曲的节奏混在里面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到这个彩蛋吧 我当时听到真的是觉得相当的惊喜 好啦 那么讲完这部的优点 再来讲一下这部电影的缺点吧 首先就是可能连提都不用提的 《大雄吹直笛》中不断出现的失误高音 虽然我个人没差 但很多人天生就受不了这种高频的声音 可以说这也是这电影天生的硬伤吧 接下来是剧情的层面 这边必须要提一下 大概是从大家进到饭赖殿堂之后 那边的推进剧情的方式就变得很不像电影 反而比较像是一款游戏 就是一个障碍 然后用音乐解决 开通下一个区域 解锁一些些剧情 然后再遇到障碍 这种套路重复几次 这一段制式并且让观众完全看得到 接下来走向的剧情推进方式 让他在剧情的呈现上 显得稍显单薄或无聊 并且加上因为观众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反正不管遇到什么 最后一定是用音乐打赢敌人 所以一定程度的降低了他在遭遇危机 甚至连带着影响最终局面的紧张感 这些部分都算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 当然他最后一些伏笔回收 然后最后有种全世界的人 因为被音乐联系着 全世界的人一心同体的打败了最终敌人 这种情节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我认为这部电影虽然有一些明显的缺点 那或许哪怕很多人觉得 他里面的音乐很难听 不过像我之类的人 却能依旧感受到 他不使用好听的音乐背后的用心良苦 也许更能体会动画组在这部分努力的价值吧 OK 总结一下 这部电影对我来讲是一部 如果我有小孩 我会想要给他看这部电影 并且告诉他 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 你可以只是喜欢 不一定要追求卓越 哪怕只是二三十分也没关系 不用一定要被追求卓越的压力追着跑 也能够享受那个东西 嗯 相信一些老观众听到这里就会想说 这个从来没交过女朋友的人 在幻想什么小孩啊 好啦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也再见啦 拜拜